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说的话 说完 这是我的个性 所以呢 今天呢 谢谢这位粉丝朋友的关心 那么今天我们接着聊明镜是怎样练习太极拳的 那么每天早晨啊 我每天早晨把自己要练的东西练一遍 那么第十七件事 今天呢是第十八件事 那么今天第十八件事做什么呢 我就是打一路拳 这一路拳既不注意腿 也不注意手 也不注意腰 也不注意气 也不注意力 啥都不问 我这个全路上叫勿忘勿助 不要忘也不要帮助 这个我呢 感觉这个勿忘 勿助呀 就是不要忘 但是也不要帮助他 这个词啊 我为了使他更好懂 我把它改成现在的词 我们明哥聊太极 谈词不谈虚 不谈理论 不谈那个全路上的原来那个词很好 很难懂 那么我把它叫做什么 不闻不问 不闻不问 汉语里有一个词叫不闻不问 这啥事都不管啊 那么我打一路 比如说打一路二十四次太极拳 那么二十四次太极拳 那么 哎 我什么都没有 也没有什么 气呀 意呀 也没有什么呀 也没有像前面十七件事说的 我要注意腰呀 我注意这一套拳 我注意腿呀 这一套拳我注意脊椎呀 没有 我这一套拳 第十八件事 就是打一路拳 不闻不问 就是我不管它 任何东西都不管 我只做动作 不闻不问 那么呢 还有不闻不问的同时呢 就是来者不去 去者不留 这是我编的 我自己用这个话 大家好懂 如果我在练的时候呢 我不是去练腿 也不是去练腰 也不是去练心 我就是随便练 但是我在练的时候呢 就是说 我在练这个 比如说这个二十四次太极拳 我在练的时候呢 首先是不管不问 不闻不问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就是来之不去 什么呢 就是哎 我原来练的什么 原来练的松跨元当 原来练的这个 前面说 呃 练的那些前面十七个东西 他跑到我身上了 我也不把它挡开 他来就来 哎 练的练的有彩绵的感觉了 哎 有彩绵的感觉我也不去掉 我也不去想他 也不去加强他 也不去练他 来者不去 啊 去者不留 那练着练着采绵的感觉没有了 他没有了 那我练 我练我的 我不去找他 不去找任何感觉 嗯 练着练着松锁骨啊 胸不动的感觉有了 哎 有了 他就来了就来 来者不去 去者不留 他走了啊 他这个感觉 采绵的感觉没有了 没有了 他就没有了 我还练我呢 不去找他 我给他叫做什么呢 叫 不闻不问 去来者不去 去者不留 哎 有那个感觉了 我也不 我也不 不去把它忘掉 也不去丢掉 也不去酒意去丢 啊 他走了啊 他这个感觉 采绵的感觉 啊 举例的说 不是只有一个感觉 哎 那一个 头绒天 脚绒地的感觉来了 他 他没有了 我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他又没有了 没有了 他就没有了 就用这一种方法 打一路拳 这就是民歌每天早晨要做的 第十八件事 那么 在权力里说的 勿忘勿注 就是跟这个差不多 但是呢 用白话说呢 我说他不闻不问 去者不留 啊 来者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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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者不留 我这样说呢 就更好 容易懂 那么 你这一路拳 打 你打哪一路拳都行 啊 好 这里边 第十八件事里边 我要跟大家交代清楚的 事下面关键的一个地方 也就是 他设计到一个心法的问题 涉及到太极的心法 这个心法是什么呢 我们不用一个词来说 那样不好懂 我们用一个什么来说呢 我们用一个白话说的明白一点就是 我这个什么东西都没有 但是呢 我的心法上 心里面想着 我这个东西啊 就是世界上的山呀 水呀 房子呀 什么 刀枪剑棍呀 遇到我 他都会变成真气 我就像那个钢水一样 碰到我 你都化成气了 你还跟我打啥呀 你都变成气了 对不对 对不对 你都变成气了 我不需要我做任何事情 这就是一个心法 这一个心法 这一个心法 你看 我打这一路拳 比如说 我打这一路拳 我啥都不练 我这一路拳啥都不练 我啥都不练 这一下 休息了 你心里想着 什么都不练 这一路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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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省尽 不用想 不用做 不用想 不用做 你什么东西遇到我 你都会化成真气 你不要说打了 你用这种雄心 这种东西 这个心法要自始至终都要有 都要有 这是今天我们讲的 明哥早晨练的第十八件事 就是这一路 那么 有的粉丝朋友 就是说 按照明哥这个练 他说一天早晨练的太多了 怎么办 关于这个问题呢 我给大家他的回答是这样的 比如说 你开始练 第一个 我只会一路拳 我练一遍 注意 腰部的放松 我就体会这个腰 我再练一遍 就体会这个下肢腿的放松 我再练一遍 我再练一遍 我就体会这个千钧一发 这个神掉着这个头 忍忍坠在这个神上的时候 我就找这个感觉 那么 你多了 你说太多了 怎么办 你因为你就刚开始你可以练一个 练个一个星期或者几天 你再练第二个 练第二个之前呢 你把前面的用个一分钟做一下 用一分钟做一下 然后练第二个 才听明哥说过这个 那我今天把这一路全都打完 前面两个为了把时间放在这上面 我前面两个呢 我就稍微的就简单一点摸一摸 摸一分钟 两分钟 三分钟 四分钟都可以 但是不能断 每天都要做这个事 每天做这个事 不要时间长 就是要留有一个 你对他的兴趣 那个余味不能没有了 就是还想练 练得很舒服 也不累 也不烦 然后这个每天又不兼乱 这是明哥练了一点体会 那么 明哥练五十多年太极拳啊 只是他自己的体会说出来 这个不是在教你什么东西 有这两三年有好多的 中国的外国的都有 说是 明哥能不能跟你学 我说我现在听明哥的视频 我明哥就是我的老师 你就是我的老师 其实呢 老师 我是不敢当的 真是不敢当老师 为什么不敢当老师 因为我是一个没有功夫的人 我一直都这样说 前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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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你就是我的师父 这个我感觉是这样 如果你心里面有的粉丝朋友这样说 我心里就把你当师父了 那是你的事 我心里有没有把你当徒弟 那我也不想这个事 因为毕竟我们都不熟悉嘛 在这里顺便说一下 这个师父不能随便认 说图访师三年 什么图访师三年 访问了访 就是了解这个师父 得三年的时间 他能了解这个人 能不能到他的师父 师访图三年 就是这个师父要访问 就是要了解这个徒弟 要了解这个徒弟 也要三年 就是图访师三年 师访图三年 就是师徒是很不容易的 不是这么简单的就是说 我看一眼就是我的师父 看一眼就是我的徒弟 那不是这样的 那么就是说 那么就是说 我明德了太极在这里 只是聊天 那么这个 我现在讲 关于师徒的事 是什么意思呢 我的意思只有一个 就是你认师父 你在拜师的时候 拜师之前 拜师之前 一定要圣之又圣 就是谨慎 谨慎 再谨慎 第一条 这个师父 要有德 要是有个高尚的道德品质 是一个 也就是我们说是个好人吧 第二个呢 这个师父确实 有很多东西我想学上来 把他那个东西学来 一个人不可能面面去到 什么都会 他会的那一点 我想学 那想学这一点 需要不需要拜师 拜师是一辈子的事 对不对 所以说 要圣之又圣 那么在这里 我还想说的 这个师父找徒弟 也要圣之又圣 圣之又圣 你收一个徒弟 你收一个徒弟 你一定要 感觉到 首先 和找师父一样 这个人的道德品质要好 道德要高尚 第二点就是 这个人 他确实 能够按你自己的想法 能当你的徒弟 你感觉够资格才行 这个现在有 社会上有两个不好的地方 一个地方就是 他认师父 有的人看这个师父的名誉地位 他就去拜师 有的人呢 就是看这个人呢 这个徒弟多 民生这个影响大 他就当师父 甚至有的人还 为了干什么呢 为了自己的辈分 哎 我在这里能当个师叔 哎 能当个叔叔 能当个啥 哎 底下的徒弟都是喊我叔 哎 我就拜他得死 他有的人能吹这样的梦 这是非常 非常不好的东西 还有的呢 找徒弟也是这样 哎 他觉得这个徒弟有钱 哎 这个徒弟可以给我钱花呀 给我送东西吃 给我送酒呀 送煎呀 给我 哦 这个徒弟我要 这一种东西 只要沾到这两点 第一 道德品质不好 第二个 老师的功夫不好 或者没有功夫 或者是假的 或者是徒弟的品质不好 或者徒弟没有学习的这个天赋 这个就要特别要注意 要注意 所以说在这个民歌聊太集很多粉丝朋友在评论中间 嗯 经常有人问到民歌收不收徒弟 嗯 我说 暂时不收 啊 因为我从 很早以前 啊 就 收过徒弟 教过 我 深深地感到 教一个徒弟一个责任太大 你耽误别人一辈子 对不对 你自己明明 没有那个东西 你教他啥呀 对不对 所以说 我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教你的 所以大家不用忙着拜师 这些人 还有一点 还有一点 就是 刚才我说的 需要时间 啊 你接受一个徒弟 那需要时间 啊 有一个 是 大概 两三个人 跟着 我的这个视频 他学了三年 每次呢 都是把他的打拳的视频 发给我看 并且其中有一个 我说 这三年来 没有一天 不问 师 师 早晨好 早晨好 每天 一天都没有 我 我都有点被感动了 啊 所以说 我准备 有一个计划 就是上海 执行 徐州执行 之后 然后 我隔一段时间 到外面去 干什么呢 不是我要去 而是 很多粉丝 要见明哥 哎 我就到那地方见一下 其实呢 这是什么 这就是访 你必须访他 走他 你必须眼看他 你必须 耳闻目睹 你才能真实的感受这个人 啊 这是 聊的今天的话题 的额外的话题了 好 那么今天 嗯 就 这些内容啊 我们再把前面的说一下 今天 民革早晨练 太极拳 第十八件事 就是 不忘入住 不闻不问 来者不去 去者不留 有啥感觉 就啥感觉 没啥 就没啥 还有一个什么 还有一个心法 这个心法就是 唯我不大 我是天下第一 什么东西碰到我 水都碰到 我 我 我看你一眼 都水 我还不要去打你 你都遇到我 你就会变成 真气一样都飞掉了 这一种心法 是今天我们说的 这个 勿忘勿助 不闻不问的 练大的一个核心的东西 好 那么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欢迎大家转发点赞 收藏观众 谢谢大家 明天再会